中国历史从轩辕皇帝开始 就一直记载着从人到神的修炼文化 也就是人们知道的 反本归真 修心向善的生命实践 这部分传统文化的精华 也正是共产邪灵 努力破坏的对象 共产邪灵让人们否定对神的信仰 否定人能通过修炼提升 通过让人不信神而腾出信仰的空间 才能让人们相信魔的东西 修炼要正心诚意 而傲慢是魔鬼的本性 和修炼的要求完全相反 共产邪灵目中无神 在其破坏修炼文化的过程中 专门给人灌输魔性和狂傲 不让人谦卑而鼓励人自满自傲 比如战天斗地 无法无天 让人走向对神的悖逆 不顺服 古时候 人要正心诚意 才能修炼 在心理神性的一面起作用时 才能领悟宇宙的特性 和神讲的法 共产邪灵通过破坏修炼文化 放大人的傲慢 使人进入一种与神完全对立的心灵状态 使得现代人如同收音机对不准频道 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信息 却很难理解神的智慧和教导 这种破坏 使今天很多中国人 可能已经不知道 人可以通过神传给的修炼方法 真正实修 成为佛 道 神 中国历史上 许多修佛修道的故事 中共让现在的中国人听起来像是神话 神既不存在 这些神话当然是空话了 谈到修佛修道 给人的感觉就是封建迷信和违心 要不就是精神鸦片 这是共产邪灵直接切断 人成神之路的阴谋 让很多有缘之事 失去宝贵的修炼机缘 西游记写了一个完整的修炼故事 其中一句话很有意义 夫人身难得 中土难生 正法难遇 全此三者 性莫大言 得个人身不易 有大缘分生在中土 却因为共产邪灵的干扰 不相信修炼 看不懂正法的内涵 与正法失之交臂 此生错过 毁之反矣 韩洒 英国人生 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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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